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请和老师一起齐读课题 我多想去看看 读着课题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我是谁 我想去哪儿看看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 请听课文朗读 并完成以下两个要求 一 数一数文中共有几个字栏段 二 画出身子 读准字音 二 我多想去看看 妈妈告诉我 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 遥远的北京 遥远的北京城 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 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我对妈妈说 我多想去看看 我多想去看看 爸爸 爸爸告诉我 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 遥远的新疆 有美丽的天山 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 我对爸爸说 我多想去看看 我多想去看看 同学们 都读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文中共有几个字栏段 一 二 你们都数对了吗 在本课还有许多新的身子宝宝 我们来跟他们打打招呼吧 张老师读一个 同学们更读一个 我们一起去看看 你们 kleine语字 想想 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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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黄ин principle 发生 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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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分 将 坚 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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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赠 的姿 安全 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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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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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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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赠 赠 的标凯了 增 赠 赠 的赠 是五分 广 飞 长 撞 关 同学们都会读了吗? 在这些身子里啊 还长着许多后鼻音呢 我们再读一读吧 想 精 广 长 撞 同学们后鼻音读完了 我们再来读读前鼻音 安 门 关 同学们 我们都会读了吗? 身子不仅要学会读 更要学会记 让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识字好方法? 你瞧 他们又和我们玩起了作蜜藏呢 猜一猜 第一个 一口咬掉牛尾巴 这是什么字? 对了 对了 高 第二个 一点一横长 一撇到南洋 它是 广 第三个 第三个 宝盖头下一个女 这是 安 第四个 人在白云上 喂 你们都猜对了吗? 除了猜一猜 还有哪些好的识字方法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加一讲 香和心 组成想 想念的想 又和剑 组成观 观看的观 这个绳子宝宝可厉害了呢 你们看 金字头加口 再加小北京 北京的京 除了加一加 还有哪些好的识字方法呢? 还有笔一笔 听见的听 和告诉的素 长得有点像 你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咯 工厂的厂 加上一点 就是广大的广 我们的闷 剪掉单人旁 就是门口的门 还有组一组的方法呢 飞字可以组字为 飞长 壮和观 可以组字为 壮观 同学们 学到了这么多好的 十字小方法 相信这些身子宝宝 也难不倒你们了 让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吧 都做好准备了吗? 开始 第一个 观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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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安 京 宿 告 同学们,你们都读对了吗? 生字难不倒你们,那么词语呢? 现在请同学们大声的读一读吧,自由读! 同学们,都读完了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第一个,想念 告诉 北京 天安门 门 门口 广大 非常 壮观 开会 美丽 洁白 走路 小朋友们读得真棒 老师来考考你们 看看 谁摘的苹果多 都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 北京 北京 非常 非常 广大 这样 撞面 有恋好 灵独人 上 我们很迩 我们很迩 ⑩ 鱼 我们很迩好 我们很迩好 咸 我们很迩好 想念 身子我们不仅要学会读 更要学会写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我们来学写今天的 一个身子 胃 胃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铁纳要舒展 请观察 铁 铁纳 铁 铁折 点 喂 铁纳要舒展 云的第一笔写在横中线上 同学们请你们试一试吧 噢 不 铁纳 这一组词为 开会 学会 让我们看今天的 第二个神字 走 走 上下结构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走的笔画顺序 等 树 等 树 等 铁 那 同学们,你们注意到了吗? 走的第二笔 和它的第四笔 树是不相连的 现在请同学们 写一写 还有 这次是 我都懂得 有点 有点 中语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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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写好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走字的主词 走路走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贝字 那我们来学习贝字 请仔细观察贝字的第一笔是什么 树 梗 提 铁 树弯钩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 贝字的第一笔是树 要树在树中线的左边 请同学们写一写吧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白字可以主词为 北方 东北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神字 铅 请仔细观察金字的第一笔 点在天字格的什么位置 点 点 等 树 横折 等 树钩 撇 点 同学们 同学们 你们发现了吗 金字的第一笔写在树中线上 请同学们写一写吧 是的 原本 没有 因为 继续 继续 北京 南京 我们来看下一个身子 门 仔细观察门字的书写品顺 点 数 横折钩 同学们请在田子格本里写一写吧 门 可以组织为 开门 大门 现在让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个身子 广 请仔细观察 点 等 撇 同学们你们注意到了吗 广字的第三笔是 数撇 请练一练吧 大家 有 свои 广可以组词为 广大广东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写了这么多生字 希望同学们在写生字的时候 注意横平竖直 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文 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 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一 我是谁 二 我想去哪里看看 大声的读一读吧 以上 小朋友们读完了吗 读得可真好 那么请所有同学大声地朗读 第一次来一段 思考 在这一段 我是谁 这一段 我是谁呢? 找到了吗? 对的,就是这一句话 让我们一起读 妈妈告诉我 沿着弯弯的小路 就会走出天山 你读懂了什么? 走出天山 我住在哪? 住在天山 那么,我又要去哪里呢? 请再读这一段话 同学们,找到了吗? 那我们再把这个句子也读一读吧 遥远的北京城 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 广场上的升旗仪式 非常壮观 你读懂了什么? 那是北京城 哪儿有雄伟的天安门 哪儿有壮观的升旗仪式 原来啊 新疆的小朋友 他想去北京 就比起步 继续读一读课文的第二次懒段 思考这一段中的我又是谁呢 我是谁呢 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这个句子 爸爸告诉我 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 我在哪 我在北京 我想去哪 请同学们再读读第二次懒段吧 同学们读好了吗 我想去哪 请一起读读这一个句子 遥远的新疆 北京的小朋友多么想去新疆 两个小朋友多么想去新疆 多么的事 Prinzip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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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Ay 同学们 通过刚刚的学习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轻松地完成下面的填控 试一试吧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西江的孩子他多么想去北京 北京的孩子他多么想去新疆 怎么样都填对了吗 给自己点个赞吧 现在让我们再来读读课文 再去有感情的朗读 再去有感情的朗读 我们先来读读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后请你们把今天的课文 像这样有感情地读给爸爸妈妈听 注意读正确读流利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下课